司徒雷登,在华五十年,第一章,家世溯源,二,父亲到达杭州的时候是1868年,那时他还是单身,父亲的前任牧师因斯里一直坚持和中国人住在一起,深信只有这样才能学好中文。 所以,父亲效仿他的前任,在一家鸦片馆的楼上租了一个房间,雇佣了一个厨子照顾他的生活。 因为那个厨子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,因此父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。 五年之后,因为经常外出,忙碌和艰辛累垮了他的身体,他被送回美国接受疗养。 这段时间,他不仅很快恢复了健康,而且还找到了日后健康的保证,他结束了单身生活,娶了玛丽·路易萨·赫顿做妻子。 他来自莫比尔市,他的父亲古斯塔瓦斯·赫顿是当地的法官,并且是现行教育系统的创始人之一,曾一度担任过莫比尔市的市长。 玛丽·赫顿当时被称为玛丽小姐。 南北战争后,她在贫困的南方成立了一所女子学校,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。 这所学校寿,到了来自南方各州的注意,很快就享有名气,她的创办人玛丽小姐也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。 有人曾夸奖说,她是一位优秀的妇女,拥有特别的才华和社交天赋。 她的歌唱得也很动,听,拥有一副令人艳羡的好嗓子,很多人建议她去德国学习音乐。 但她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,陪同丈夫来到遥远陌生的中国。 她将学校交给了助手玛丽·拜格比管理。 玛丽·拜格比将学校的名自改成了拜格比女子学院,经营了25年。 母亲决定去国外做传教士是有她的想法的,她曾和一位军队里面的海军军官订过婚,但那个军官在一次战役中阵亡了。 虽然在朋友看来,她的这个想法荒唐、冲动,但母亲坚持了她的决、定。 经过几次和国外传教团的执行秘书约翰·雷登·威尔逊牧师的通信后,威尔逊建议她可以去参加长老会举办的一个会议,那里有个年轻的传教士刚从国外回来,从她那里,她可以得到传教工做的最新资料。 她听从了威尔逊的建议,这个举动促成了威尔逊为一个单身传教士所做的婚姻安排。 作为大儿子的我,被父母取名为约翰·雷登·斯图尔特,不知是否包含了他们对威尔逊教授的感谢。 对年轻传教士来说,威尔逊充满了魅力。 南北战争前,她作为最早的传教士之一,在非洲传,播福音。 她曾捕获过活的星星,并将她带回了美国。 之后,因为身体不好,她只好留在了美国。 最初,她担任国外传教派遣机构的秘书。 南北分裂时期,她成为南方峰会的秘书。 在1874年夏天,父亲再次乘船回到了杭州,这次她的身边多了母亲。